糖尿病患者,当他控制糖尿病不好,他的血糖就会高了 他高就会破坏血管内壁,形成触氧弧张,令血管收窄 供氧就会少了,从而形成心脏病 糖尿病患者,很多时候会有血压膏、血脂和肥胖的问题 这些都是会增加引致心脏病的机会 一般来说,糖尿病患者,比起正常人的心脏病的机率多了三倍 糖尿病和心脏病是相关的 一般来说,糖尿病引致的心脏病,我们就叫做糖尿心 当中包括观心病、心衰竭和糖尿病心肌症 一般来说,我们血糖越高,我们时间越久,我们患病的机会就越多了 在病症方面,早期的糖尿心,多数都是没有什么病症 有可能是一些很轻微的病症 包括疲倦、体能向下、气速、脚肿 直到我们有心衰竭的出现,或者是心脏病发 我们才发现到的 所以我们要靠一个定期的监测,点查心脏病的病革症 糖尿病很少直接引致死亡 大部分的死亡个案都是因为糖尿病病症 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心血管病 一般来说,我们一半的糖尿病患者都是死于心血管病 对于是,糖尿病一般的寿命比正常人短六年 如果它又有糖尿病,又有心脏病,我们的寿命是短10年 预防疾病,不单只是预防一个新的疾病 我们也会预防伏法 例如,心血管病,我们有分开的 Palmary Prevention和Sandive Prevention Palmary Prevention就是你未有心血管疾病 但是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我们避免它出现 就叫做Palmary Prevention Secondary Prevention就是它已经出现了心脏病 我们控制它相关的风险,避免它恶化或者复发 我们发现三分二的糖尿病病人 他未出现心脏病,但是已经是高风险 所以我们做Palmary Prevention就非常重要 一般来说,我们就戒烟戒酒做运动就走不掉了 飲食方面,我们就要进行三低一高 三低的意思就是低糖、低油、低盐 高就是高纤綿 运动方面,我们建议一个星期三至每次都半个小时 中度过强度的运动 近年在药物治疗的确有新的突破 除了口服药,我们也有新的注射物 就是GLP-1受体速效剂 做到有效地减低心血管疾病 然后显示GLP-1受体速效剂 有效地控制体重,降低血糖 还有在3-Promase降低12% 再者在Primary Prevention和Centure Prevention都同样有效 正所谓愿防治疗治疗 即使未有心血管疾病的病人 都可以考虑更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